以赛亚书30章 他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 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你们静置不肯 圣经上都已经早把问题讲出来了 明明你可以安息的 你明明可以平稳的 你明明可以得救的 你明明可以得力的 可是是我们自己不肯 所以第六篇大卫的祷告 耶和华求你可怜我 耶和华求你医治我 耶和华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 他在催神 你怎么还不做工 你要到什么时候才救我 耶和华求你转回大救我 以你的慈爱拯救我 你会发现他所有的祷告 要神仰望神的帮助 而且立刻的帮助 不要再担言 约拿书第二章 也是我很喜欢的一节经文 约拿被吞到鱼肚子里面去了 因为不顺服 但是他在鱼肚子里面 他说我的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 我就想念耶和华 这句话常常是成为我低谷的时候 的一个描写跟祷告 当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 我就想念耶和华 约拿书说我用我的祷告 进入你的圣殿 达到你的面前 所以爱主的人 神的先知 神的仆人 一样会有软弱 一样会有因为不顺服 而落到的这种境界 但是他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任何时候 我们回转向神 当我里面发昏 我软弱 我不行的时候 我不要让这些负面的情绪来控制我 而是我学习来转向神 所以约拿的祷告 让我们看见人 不管离神多远 他都可以回转归向神 约拿的祷告 约拿的经历 让我们看见人 不管多么的软弱 神还是愿意接纳他 当他回转的时候 他还是可以借着祷告 能够进到神的圣殿 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不管我们多么失败 堕落到多深 我们都还是可以借着祷告 来到十恩的宝座前 这是他让我们看到的 第四个 讲到立即转向主 接受主的帮助 这就是我们说的 你不管要有一个strong desire 要有一个很强的渴慕 而且要有一个最直接的 最具体的行动 就是转向主 可能别人告诉你很多的方法 我以前讲到 还常常会讲什么秘诀 当然现在还是会用 但是越来越少用 因为人不是靠方法得胜的 它是一些提醒就是了 但是真正的得救得利 是在乎归回 转向神 当我们真转向神的时候 其实很多的问题就都出去了 所以圣经里面关于 怎么样子帮助我们走出属灵低谷 帮助我们怎么样子在软弱中得力量 帮助我们怎么样在失败和羞耻中 被神重建 被神恢复的经文 例子 榜样 其实都很多 我们要做的事情 像我刚才讲的 不轻看它 不拖延 而且要不甘心 我一直处在这样子的情形 所以我在这里弄三个 特别弄红字来表达 要不轻看 不拖延 然后也要不甘心 那么在你追求恢复 重建的过程中 可能一下子没有 但是第四个 讲到不要灰心 千万不要灰心 要为了自己 要为了别人 靠着主 走出一条路来 所以赶快转向主 我在这里提了四个点 虽然我必须很快地提过去 这把经文跟弟兄姊妹讲 但是这里面的每一节经文 其实都很重要 在我们落到属灵低谷的时候 你要把这些当作我属灵的兵器 要把它当作我属灵生命的翅膀 让我可以展翅上腾 让我可以超越属地 一切的轨迹和捆绑 因为这些经文 都是圣经上 那么宝贵的经文 都跟我们发生关系 神的应许 不论有多少 在基督里都是是的 借着他 也都是阿门 都是实在的 所以每一节都很宝贵 那你如果回家仔细读的话 你会发现 圣经上充满了 圣父圣子圣灵 都要在这里帮助我们 打托一下 小学生 打托一下 我会发现 小学生 都要在这里帮助我们 打托一下 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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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